大家好,歡迎來到我們日更頻道, 在這同大家更新一宗澳門的特發新聞, 就在大三巴附近的利馬鬥中學, 就懷疑發生了一宗傷人案, 有一個16歲女高中生受傷, 消防就說,她在右邊肋骨位置出血, 現在就清醒穩定送去山頂醫院治理。 現場消息就說,有個男人拿著一把刀, 這把刀是四到五吋長, 然後入到校園,刺傷一名女高中生。 傷口方面就由消防到場前, 就由住校護士和她做了包紮, 這名涉案男人已經帶到警局做調查, 這事件是由學校護士報案的。 嘩,這個好恐怖喔,為什麼我說好恐怖呢? 因為她是拿著把刀入到校園, 這個第一個點, 第二個點, 這個區是大三巴附近的區域來的, 是好多遊客的, 她竟然是可以這樣大搖大擺, 拿著把刀, 然後亦都是入到學校做一樣傷人的動作。 好明顯是有目的性是要襲擊這個女高中生的啦。 最近這些這樣的案件好像病毒那樣蔓延的其實, 那左一陣子就香港比較多這類叫做渣刀的案件啦, 那現在啦, 大概過了一個多月左右就變到澳門這裏都開始多, 而且連學校都開始出現過這樣的情況啦。 希望那個女學生可以無事啦。 好啦那今集同大家看到這裏先, 大家有什麼想講呢?下邊留個言啦, 我們下集再見啦,拜拜!